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麥克大叔 那今天來到台北市信義區的育牛店 聽說他們這邊的牛麵蠻好吃的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然後這是這一間店正面的樣子 他們有一個很特別就是叫做這個 赤身牛肉麵 那這邊就是這個牛汁牛肉分切的土譜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應該是很完整這樣 那菜單在外面就已經很清楚了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按暫停鍵看一下 那就順便跟各位聊到 剛剛有朋友留言說 外縣市的東西比較便宜 但是因為我住在台北市 加上我工作時間很長 所以外縣市的話我是沒有時間去的 在這邊順便說一下 我每天上班還要再拍 每天上班拍影片就用掉我全部的時間 所以就很抱歉 我暫時沒有辦法去外縣市 除非我youtuber的收入超過我現在薪水以上 不然是沒有辦法的 那這邊的菜單可以看一下 它還有火鍋類 營業時間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這邊就是還有牛肉乾 跟這個牛肉相關的產品 那它這邊還有一些包裝的牛肉的產品 可以看一下 好那我就細造一個 總之就是肉類的 這是生肉類的冰箱 然後它這個周一之周五 還有特價的餐點 好那這邊還有鍋類的菜鍋 好那這邊就有這個育牛店的介紹 他們這一間店的精神 好那裡面大概可以坐四十幾個人 好那師傅剛好也就有在切牛肉 感覺上牛肉看起來就蠻新鮮的 好店長你好那我想要點餐 好不好意思喔打擾你 好我想要點那個赤身牛肉麵 赤身牛肉麵你要哪一種 有沒有它有分部分 它有可口鮮嫩 可口鮮嫩它是牛腿肉 它口感比較紮實一點 板件的話它是牛腱 它是帶一點點筋 它吃起來是Q彈 沙朗的話它是帶鮮帶油 吃起來是有點嫩的 非力的話它是膠裡面的 它是比較瘦的 它是比較嫩的 它是最嫩的部分 還有那個樂岩 樂岩它是牛的背 它是油花比較多 那我要沙朗肉片好了 好那我們牛肉麵可以選青燉 還是紅燒 紅燒的好了 好 謝謝 講個好嗎 是 謝謝 好那這邊就有家目標 赤身牛肉麵有五種口味 對喔那價錢也不等 好那可以順便欣賞到這個 切這個牛肉的樣子 其實我以前有帶過那個牛排館 它就是有必須要把一些筋 跟鞭肉要修掉 好那現在就已經把這個肉切成一半了喔 美國的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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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 台灣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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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現在就要切這個牛肉刺身喔 煎不炸 炒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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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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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白 加白 可是現在要不要緊到風間 那風間會在這個景點 非常好 對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事 可是你都還沒有接觸到 一彩蛋 有關係 好 那可以再看一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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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上是這樣 好 感覺上就是有點像在切生魚店的感覺 好 麵 就先煮好 然後放在這邊 再準備製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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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熱這個湯頭 然後麵上面再放上蔥花這些 好 好 那這個麵 暫時到半成品的狀態 好 所以就是把它用燙手的狀態 對用蔥的 好 因為它高糖一定是要補的 是 吃這個牛肉的鮮嫩 對 如果你牛吃這樣子的話 這個端到您的餐桌上的話 差不多在五分手六分走 這時候的肉是最好吃 是 謝謝 如果你不想吃太熟 我可以建議把肉弄在碗裡 以免你越吃越久的時候肉會更得越來越少 好的 謝謝 好 那煮好就是這樣 應該說燙好了 好 那就是吃看這個肉片 那絕對是很鮮嫩的 先吃個原味 嗯 好吃齁 那我先把肉撈出來好了 好 那撈出來的動作我就先跳過 好 其實它這樣吃法跟我上次在那個永和 無雙牛肉麵吃的方法有點像 它肉質就是很鮮嫩啦 然後吃起來 吃在嘴裡就是感覺它這個 肉的甜度很高 然後肉也很柔軟齁 可能就是因為它新鮮的關係這樣 那剛剛吃這個原味的就覺得蠻好吃的囉 好 現在沾這個是豆瓣醬 嗯 都很有風味喔 那我再沾這個玫瑰圓的看看喔 都好吃 看你喜歡哪一種喔 但是我覺得個人覺得原味的最好吃喔 原味的就很甘甜喔 嗯 嗯 雖然感覺分量不多喔 但是牛肉真的很甘甜喔 然後很柔軟這樣子喔 很好吃 可惜這個部分就結束了 哈哈 好好吃 好再來是這個麵的部分喔 先喝看湯頭 他們湯頭其實不錯啦 剛剛老闆有講說 他們把這個肉修的這個鞭膜 鞭肉跟鞭膜都拿去熬湯喔 好 那湯頭就是有這個 感覺上喔 醬油跟豆瓣醬的味道 還有牛骨的味道 還有一些這個鞭肉的味道 所以它有 肉片的甘甜味在裡面喔 嗯 然後還有一種中藥的湯頭 好 麵也不錯喔 蠻Q彈的喔 然後事實上 這一間店在這裡 算是蠻知名的店家 玉牛店 別有風味喔 可以來吃吃看這個赤生牛麵 是很特別的喔 湯頭的味道也蠻夠的喔 最主要就是有一種 甘甜味跟中藥味喔 是它的主體 然後最大的賣點 就是它剛剛這個肉片 是用蔥熟的喔 接近這個 台南的做法喔 在北部算是比較少見一點 好吃 那扣一點分 是因為它這個比較貴啦 250那就是90分 不然的話 如果它是賣 200塊以內 我想給它滿分啦 哈哈 很好吃喔 很推薦給朋友來吃吃看喔 好吃 那師傅也有在切肉喔 那這個是有擺盤的喔 因為它們還有火鍋類的 那店長可以順便請教一下 你們的牛肉都是新鮮的國產牛嗎 對 我們都是老闆季養的 我們自己有牧場 是 可以請問在哪裡嗎 我們牧場也在嘉義那邊 在嘉義那邊 所以就是每天都新鮮直送這樣子 對對對 我們都是那種溫體的 是 所以難怪吃得出來 這個肉 就是很甘甜新鮮阿 這樣 所以比較特別 它比較甜 比一般的牛還會甜 嘿 好那店長就有說明了喔 所以這個牛肉很新鮮 吃得出來喔 剛好我就覺得這個牛肉片很甘甜喔 好那這一個 這一份看起來像玫瑰花的也很漂亮喔 這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頂級牛肉 頂級牛肉 它是沙朗蓋 它一頭牛 這個部分只能兩公斤而已 是 一頭牛600公斤 然後切下來只有兩公斤而已 這個是最少的 哦 是是是 這個不錯 它是吃起來 嫩嫩QQ的 對對對 謝謝 好那這一份是肋鹽喔 好 肉質都 看起來非常的漂亮喔 清燉也不一樣的味道 那也是 謝謝 好那剛剛一樣喔 就是 趕快吃就是 就是 最好的喔 好其實這個 食材新鮮喔 就是 最好吃的部分 只要你這個食材很新鮮 師傅只要隨便 欸不是說隨便啦 就很輕鬆的 把它製作一下 就會很好吃喔 好那我吃吃看這個原味的喔 老闆講說它這個沖下去 馬上拿起來是大概五六分喔 嗯 很甘甜喔 然後這個肉片跟剛剛的又有點不一樣喔 更軟嫩 然後它的油脂很豐富喔 好那纖維很短 嗯 喔 吃起來真的很好吃喔 好確實 這個肉比剛剛的肉更好吃喔 它這個肉 你看它的手呢 它還是很嫩 它是 它是 它就真的很嫩這樣 嗯 讚 喔這真的是 感覺上就入口即化喔 好那很推薦這一款牛肉啊 喜歡吃比較高級的享受 可能就直接點到最頂級的樂園喔 這個真的很好吃 喔 真的很美味 好那清燉的湯頭似乎不同喔 那就喝喝看 嗯 好帶著淡淡的中藥香喔 然後跟這個肉片的甘甜味融在裡面 喔很好喝 喔剛剛的肉片真的讓我滿驚豔的喔 好我覺得它的分數是98分 然後清燉的湯頭也很好喔 好那最後就是這間店的名片啦 玉女牛店 新鮮零距離安全看得見喔 它目前有 四間分店喔 在百貨公司也有 那我今天設的這間是 莊淨店喔 然後地址在台北市信義區 莊淨路205號喔 更覺得他們的牛肉就是非常特別喔 就是 接近南部的做法喔 然後牛肉是 牛是自己養 所以這個牛肉就很甘甜喔 吃得出它非常的新鮮喔 那很推薦各位朋友來吃吃看喔 它是稍微貴喔 但是是貴的有道理阿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喔 掰掰 掰掰 谢谢观看